长者们走上伸展台展现自信与美丽 即使迈入高龄,依然活得优雅又时尚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举办搭领时尚新光学院活动 以永乐市场T-Fashion时尚实验基地为据点 规划一系列手工艺时尚造型与书牙课程 带领长辈享受生活,秀出自我 我们今天邀请到道江护家的老师 来设计皮件的手作课程 也由学生来跟我们的长者一起来制作 从中也学到,同学也学到要怎么样侵老、尽老 我们的长辈也从中动动手、动动脑 能够增加认知的能力 在团体的互动过程中 大家抒发心情也能够减少忧郁症的发生 也提升我们认知的功能 更增加长辈的自信心 因为爱漂亮其实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我们每个人都爱漂亮 在上一次的课程中 我们邀请到了时尚非常有名的CEO 温小红老师,来教我们的长辈如何化妆 整理梳理头发,还有我们衣服的搭配 根据自己的身材 那还让大家走那个星光大道就是伸展台 展现出美和自信 我们这个课程是属于比较小班制 然后我们大概40,开放40个名额 那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原来这个课程是6月份要举办的 一直延到现在 所以我们一开放出去就秒杀 那长辈也都非常期待有这些课程 能够来参与 英华族能够出来这样子 农入年轻人的一些活动 觉得很不错 然后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那前面呢 跟着上时代他们有走秀 让我们开眼界 这个是我们这辈子好像没有 没有机会有这样的 一个活动 然后大家也很开心 我看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就忘记了年龄 大家都嘻嘻哈哈的 当时很快乐的一天 这样子 当然老师也有讲解 他讲得很仔细 然后各方面 从法饰 服装 台部都讲得很好 所以我们好像就真的 走到一个时尚的那种 这样子 英华族的时尚的这样子 有这个机会 也真的很谢谢我们这个健康中心 活动中 除了由国际时尚艺术文化协会 理事长温小红老师 为长者量身打造服装搭配 脸部彩妆与头发造型 还邀请到江护家家政科老师 带领长者们制作手工皮件 和进攻饰品 并由学生们担任志工 陪伴引导长辈 透过有温度的手工创作 完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参加这种课程很好啊 因为像我们年纪大的 都带在家里对不对 那会肌肉萎缩啦 会有一点比较找失智啦 因为没有人讲话啊 所以会找失智啦 那你这边活动的话 听人家讲话脑筋会活动 像这个要上色什么之类的 哇这个脑筋都要动啊 对不对 你要上什么颜色自己高兴就好 都不一样啊 都是独一无二的 很好很有纪念性 很快乐而且来交到很多朋友 不然你在家也是很无聊 出来打话时间过得很快 心情很愉快 而且有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我们到江户家镇 非常荣幸跟我们大同区的 健康服务中心 可以针对我们的热灵的 大哥哥大姐姐们 有这个机会就是结合手作 那因为我们到江户家 这次出来是由我们的家政群 我们家政科的孩子 那因为他们家他们就是平常 所做的这个手作的专业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 就是代金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他们 因为现在台湾是少子女化 跟高龄化嘛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不管是教学也好 其实孩子是 把他们的专业做中学 那我们也发现就是 这些孩子呢 他们本来就是他们未来 可能对于这个产业 还有大学的校系 其实是有兴趣的 那他们未来想要的 念的大学校系 其实也是跟健康服务啦 老人照护啦 还有社工 室友相关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也把孩子带出来 那也希望说他们 透过今天 一系列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不管是皮剑啦 或是带包啦 甚至精工 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过程当中 让这些 他们所谓的爷爷奶奶也好 然后也让我们孩子 他们也可以建立 彼此的这个 透过沟通学习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多认识这些 我们的爷爷奶奶们 他们可能在生活上的需求啦 或是爷爷奶奶 他们的一些经验分享啦 所以其实今天 我们不是只有来 教他们做这个专业手作 其实我们的孩子 收获的部分呢 也更多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今天这样的桥梁 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有多一点的关怀 多一点你的爱 然后去多认识我们这些 我们所谓的 银法的 大哥哥 大姐姐们 然后也希望他们 可以奉献他们自己的专业 跟爱在这里面 那我们真的很谢谢 这个大同的健康服务中心 给我们到江户家 还有我们给我们家政群的孩子 有这样的学习的机会 那当然也希望说 这个 这个这样的结合呢 不是 不是因为 这只有这一两三年 我们希望说 这个课程可以不断的延续 然后也可以 造福更多的 这个我们的 高龄的一些长者 由于大同区 65岁以上 人口比例 占了21.12% 相较台北市的20.12% 已迈入 超高龄社会的门槛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举办乐龄活动 帮助长者实现自我 增加自信心 活出生命的价值与自信 大历时尚新光学院 赞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棒 记者离习会 台北报道 叫园 决心 过来